拦不住了 文旅账号果然不会放过刀狼 他歌声引爆文旅界 北京率先打响东北第一枪 爱刀什么时候 爱刀天长地久 这几天 千万刀迷刀友们可算是炸开了过 发现各地的文旅部门竟然纷纷在推轩视频中用上了 刀狼先生的歌曲作为BGM也就是背景音乐 这突如其来的音乐风暴让粉丝们直呼 一夜醒来 刀狼捅了文旅的窝 一切还得从8月30日那场山歌响起的地方 刀狼之交线上演唱会的成功举办说起 这场演唱会不仅让刀狼重新回到了舞台 更是引爆了四川内江市资中线的旅游热潮 可以说资中线因为这场演唱会而一夜成名 成了无数人心中向往的旅行目的的 而央视网文旅频道自9月9日以来 也紧跟潮流 用刀狼先生的歌曲来推荐旅游目的地 这简直就是一声响亮的号角 标志着刀狼先生的影响力 已经由音乐领域放射到了旅游业 咱们以抖音为例 截止10月14日 除了央视网文旅频道之外 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官方文旅账号 在推荐本省或地区旅游项目的视频中 采用了刀狼先生的歌曲 加上澳门站的定档 这简直就是一场无声圣有声的音乐家旅游盛宴 你说这热闹不热闹 不仅省级文旅部门在行动 大量省地县级城市的官方文旅平台 以及旅游行业 景区也在国庆前后相继采用刀狼的歌曲作为BGM 最常用的表达就是 你们要的BGM安排上了 听着刀狼的歌 才能更明白沙沙的美 听到我的歌 打开某地的门 真是让人忍均不禁啊 在这些歌曲中 最受欢迎的莫过于西海情歌冲动的惩罚喀什格尔 胡杨爱是你我2002年的第一场雪和谢谢你了 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 歌词更是深入人心 让人一听就难以忘怀 刀狼全国巡回演出在成都站 广州站 南京站的相继举办 更是让各地数量庞大的刀迷刀友们纷纷给本省文旅听留言 请求文旅部门邀请刀狼先生到本省举办演唱会 这简直就是一场抢大战嘛 你看 吉林文旅直接爱特刀狼老师 问演唱会可不可以让吉吉安排一下 新疆文旅也不甘落后 说新疆是个好地方 这个秋天和一家人看看胡杨林吧 刀狼老师您来嘛 广西文旅更是直接喊话 您看看啊 广西山水是不是跟演唱会很配 快来广西开演唱会吧 这抢人的架势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全国文旅部门确确实实拉开了这场抢狼大战 也拉开了捡刀米的流量大战 那么 我们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呢 从刀狼先生的角度看 8月30日他带着团队重登舞台 虽然是线上演唱会的方式 但他实质上就已经开始为家乡的旅游做宣传了 这肯定是他可控的范围之内 但能对全国文旅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却肯定超过了他的预想 尤其是这场刀锋风暴 除了文旅系统 还吹向了广电系统 对此 我相信刀狼先生和他的工作团队会有恰当的 冷静的应对和处理方式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央视网文旅频道和新华社的发声 给各地文旅广电传递出了强烈的信息 这意味着国家层面对刀狼先生的一双新的肯定 对刀狼先生的作品与国家 与社会与民众的意义的肯定 因为刀狼先生的作品是正能量的 是触及灵魂的 是深得广大民众喜爱的 所以他的作品才能为文旅行业带来巨大的流量 从旅游业的角度来看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 旅游业能够遵循的流量规律 就是想方设法贴近民众的精神需要 按民众喜爱的方式去赢得流量 刀狼本人锦斗音账号就拥有近2000万粉丝 还有大量的潜在粉丝 一场线上演唱会就有5000多万人次观看 这足以证明他的潜在粉丝群体 其实比铁粉群体更加庞大 刀狼先生在线上演唱会对家乡资中进行了宣传 如今自中文旅账号几乎半成了刀狼账号 为资中现带来了巨大的旅游群体 已经圆满举办的成都站 广州站 南京站 场馆外聚集的粉丝比场馆内的多得多 这就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人气 演唱会期间 台不完的现场直播账号之所以台不完 也是因为渴望看刀狼演唱的人数量太多了 所以说啊 刀狼足迹所致 就是万众瞩目之地 就是千万刀粉追随之地 而且 爱到什么时候爱到天长第九诗刀粉的口号 长久的陪伴与支持诗刀狼的意愿 永远的双向奔赴诗刀狼和刀粉之间的情感密码 所以这个流量也是长情的 长期的 这样的流量也是文旅行业需要的 全国各级文旅系统及相关行业 拉开抢狼大战 捡刀米大战 这都是必然的 也符合文旅推荐的特点和规律 刀狼先生带给中国各地旅游业的流量 并不是封过即销的一时火爆 因为这是属于文化的流量 它是深层次的 是精神流量 尤其对于内疆资中线而言 更是如此 正因为这样 旅游业的抢狼大战 捡刀米大战 应该思考怎么才能更好的 更加长效的 更加稳定的用好刀狼先生带来的流量 也应该思考在这个过程中 怎么才能保护好刀狼先生和他的工作团队 各地文旅在选用刀狼先生的音乐作品时 可以更加的愉化一些 比如山歌聊斋中的音乐素材 原本就来源于九州大地 向广西文旅若是采用叙剧中的四句山歌调 浙江文旅采用花腰 江苏文旅采用鸳鸯枕 都可以达到很完美的效果 东北地区如果采用沃刹 还是也没毛病 向湖北大大方方的采用 与美人故乡也是完全可以的 浙江文旅刚刚推出了一条 用刀狼的传统耗子 打开浙江渔业的视频 适配度很高 制作的也很精良 艺术效果是非常好的 这么多的文旅账号中 央视网文旅是位次最高的显眼包 而四川文旅 江苏文旅 浙江文旅都因为密集的采用 刀狼歌曲作为BGM 成了文旅系统的显眼包 四川金川文旅 这个县级文旅 也做出了显眼包的效果 由于静听这首歌曲中 有一句这一句金川试验了18年 金川文旅就盯上它了 专门制作了一个静听的MV 从9月25日开始官宣 接下来的几个月 跟着刀狼的歌曲金川看秋景 成了无数人的心愿 由于金川反复采用这个BGM 它的人气增长很快 肯定能够吸引大大小小的游客 去金川打卡 在我国北方各地 除了广受欢迎的 胡杨和雪这两首歌曲 其实还有许多优秀的音乐作品 可以选择 在这些作品中 刀狼先生的早期契乐作品 胡天八月尤为引人注目 这首作品以其独特的声音 完美地传达出了电影感和场面感 让人仿佛置身于 北国秋冬季的风光之中 胡天八月的旋律悠扬 激扬 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 在这首作品中 刀狼先生巧妙地运用了各种乐器 将北方的粗广 辽阔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着仿佛能看到金黄的胡杨林 白雪挨挨的雪山 以及那广袤无垠的草原 在北方地区的秋冬季节 当大地被挨挨白雪覆盖 树木凋零 一片肃杀之气时 胡天八月这样的音乐作品 更能凸显出 北国风光的独特魅力 它不仅让人感受到季节的变换 更能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 北方地区还有许多其他优秀的音乐作品可供选择 比如北国之春 青藏高原等 这些歌曲和契乐作品同样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 能够让人感受到北方的淡美风光 总之 在北方各地 除了胡杨和雪 我们还有丰富的音乐作品可以选择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北国风光的独特魅力 正如刀狼先生的胡天八月 他用声音描绘了一幅美丽的画剑 让人陶醉其中 流连忘返 总之啊 刀狼先生音乐作品的影响已经明显一出音乐的范围 这意味着多方在获取到刀狼先生音乐带来的流量时 更要保护好刀狼先生 刀狼先生也不用受外界的干扰 只需要一步一步地完成全国巡演计划 达成自己在音乐上的心愿即可 其他社会责任方面 行有余力可为 精力不计则免 还是要以保重身体为前提啊 爱到什么时候 爱到天长地久 预祝刀狼先生全国巡回演唱会完满成功